雖然他一開始是先找上大同 但是其實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也不是一天就回去了 後面有可能他在這個 三菱電機的這個熟悉度下 或者是指標之下 他有可能後面會去找上 這家公司 哈囉大家好 我是亮亮 那我是分析師黃子東 歡迎來到東西古拜 那這是一個我們新型態的節目 那主要會跟投資朋友 用一些閒聊的方式 就像我們跟平常 我們在這個我們的操盤市 會跟亮亮交流一下 有沒有什麼好股票 值得投資朋友留意的呢 那今天當然我們會注意到 有一個重量級的人物來台灣 是誰 就是你俗稱的卡比之星 迈克赫卡比前阿肯色州的州長 這個美國的這個電力大使 來台灣找尋這些相關的廠商 願不願意去美國做投資 你知不知道其實 我們的一般的民眾啊 到底為什麼要做投資這件事情 為了多賺一點錢嗎 多賺一點錢當然 但是為什麼要多賺一點錢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薪水賺得好好的 但是你會發現 美國一陣子什麼物價上漲啦 雞蛋漲啊 水電野漲啊 這個部分其實就是我們俗稱的通貨膨脹 所以原因是這樣子 因為通貨膨脹 所以逼得我們 哎呀我們的薪水越變越薄了 所以逼得我們去做投資 那當然啦 有些投資朋友可能會想說 為什麼十幾二十年前 都是我們台廠辛辛苦苦的 想說這個美國的產業這麼大 想去吃下這一塊餅 但是這一次為什麼不太一樣 為什麼是美國主動遞上一個邀請函 就是請台灣說 哎你來啊 你來我們美國在這個地方設廠好不好啊 我想大部分的投資朋友都知道說 這一兩年每個人都在討論AI嘛 那你要建立AI 你必須建立這個邊緣運算的機制 也就是可能有一些中小型的資料中心 蓋在很偏遠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呢 甚至市場上面也有在做一個規劃跟計算 說以後我們的這個用電 大概8%左右 全部都來自於AI資料中心 很高耶 這個數 對 這個比例是高的 當然現在還不會發生 現在的佔比大概就是1%到2%而已 但是呢 我們說要建立AI資料中心 就必須要進行一個 就是做分散式電網這樣的工作 有沒有聽過分散式電網啊 之前是聽到集中式電網 欸 這麼厲害啊 沒有說 集中式電網跟分散式電網是兩個概念 像現在我們用的像以前的核能啊 或者是火力發電啊 都是蓋一座超大型的電廠 那這些電廠就把電輸送到我們哀家哀戶 但是我們說進入到邊緣運算的時代 可能就會有一些中小型的電廠 像是這些大型的電廠 他們可能跳電啊或者是斷電 這些小型的電廠都還可以支撐一陣子 甚至我們講有一些聚落村 像是離岸風電 或者像是太陽能面板 這種其實以廣義上面來稱 都算是分散式的電網這樣的概念 就是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自給自主的這個地方做一個發電 所以因為我們說世代的轉變 開始變成分散式電網 那這個部分美國人不願意做 好像我們台灣人就舉手說 願意啊 願意啊 所以時代的轉變 為什麼這一次電力大使才會這樣子來台灣 拜託我們台廠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們講到 如果講到這個分散式電網 其實我們講到這個電力的傳輸 也可以分成兩塊 其中一塊輸電 另外一塊叫做配電 其實我們講到輸電 就是在講這些電廠 傳到我們I家I戶中間的 比較上游的部分 像比較重要的像是GIS 絕緣開關器 那以前我們講到絕緣開關器 它大概可能比這個攝影棚都還要大 因為它以前是用空氣絕緣 但是後來改成了叫做六佛化硫 那這個部分就讓體積可以縮小 那這個部分其實因為我們講到台廠硬體的強項 一個就是在GIS開關絕緣器的這個部分 另外一塊就是在變壓器的部分 因為我們一般的家庭沒辦法用這麼高壓 345KB的這個高壓電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就需要做一個降壓的動作 那剛剛我們講我們說前端跟後端 美國比較不想做哪個部分 沒有錯 所以他來台灣我們有理由相信 應該是要找尋一些後端的相關的設備廠 所以我們把這個整個產業跟概念釐清了之後 我們的新節目叫做Don't Say Buy 所以我們當然要讓投資朋友知道 什麼股好拜嘛對不對 沒錯 那我們這個地方也列了一張表了 幾家重要的公司 像是1519的華城 還有今天我們的重點市電 他當然還有做智慧電表 就是我們挨家挨戶 如何調配電力的證文 當然第一個部分 今天的重點我們會擺在1503的市電 這一段期間其實我們 甚至撥一部分的資金 在操作一些資產概念股 那士林電機其實在高雄 或者是在台南 本身也會有分公司在這個地方 所以公司的資產也跟著在這個地方 同步水漲船高 當然今天我們會介紹 那士林電機是因為我們說這一次的這個電力大使 卡比之星 對 他來台灣 但是我們剛剛講 他是阿肯色州的前州長 那我不曉得投資朋友對阿肯色州熟不熟悉 他在美國的中部比較沒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大概都是自然風景比較多 但是我們說阿肯色州其實有幾家重量級的公司 在那個地方設廠 好 首先我們講到全球最大的零售商 Walmart 總部就在阿肯色州 然後有一家重要的公司叫做三菱電機 那這個部分他們去這個阿肯色州 要做一些離岸風電的部分 那所以今天我們講到這個這個 電力大使本身是阿肯色州的前州長 然後他一定熟悉三菱電機的運作 那我想投資朋友應該很熟悉 就是四菱電機其中的一個大股東 就是三菱電機 雖然他一開始是先找上大同 但是其實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也不是一天就回去了 後面有可能他在這個三菱電機的 這個熟悉度下 或者是指標之下 他有可能後面會去找上四菱電機這家公司 因為四菱電機本身 其實他們也是有做電廠後端的這個變壓器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相信 試電也是後面有可能受惠的個股之一 那今天我們節目呢 就是要跟亮亮還有跟投資朋友介紹說 有這麼一家老牌的公司 前段期間股價進行大修正之後呢 後面其實是有機會的 這樣記起來了沒有 有 記起來了 那這就是今天我們節目的分享 那所以投資朋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我們節目應該也是會放上QR Code 對 沒有錯 如果不知道會放在哪裡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當然還是可以掃描我們的QR Code 因為我們說這些重電相關的概念股 其實還蠻多檔的 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可以互相做一個討論 那這就是我的分享 OK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記得我們下集見 掰掰